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导 昨天接近中午时间 北京马连道的加勒芙 发生一起男子持刀伤人事件 造成一死三伤 据警方表示 犯人有精神病史 而犯案原因仍有待查证 北京马连道的加勒芙 昨天上午11时40分左右 发生一起男子砍人事件 造成一死三伤 一位两岁男童腹部重伤 大陆媒体报导已摘除疲藏 但仍未脱离险境 第一名12岁男童 及24岁男子送医后并无大碍 而受伤最重的一名妇人 则送医后不致死亡 警方初步了解 50岁嫌犯为北京市人 犯人有精神病史 去年9月入院治疗 今年初才出院 据超市售货员表示 犯人在登记完个人资料 结账买刀后就拿刀往超市里跑 随后就发生砍人事件 目前犯案原因仍有待查证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综合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维合大学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维合大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